这叫铁柱,这叫铁柱他最近,他最近生病了 而且他这个病还不是特别好治 他这个病就是霉灵病 咱们广东奇论的时代不是梅雨季节吗 而且刚好又恰好升温 导致这个小企划特别喜欢在水盆里泡着 于是,他在气温跟湿度的双层加持之下 成功的霉菌感染了 虽然说我对他们的居住环境是每一个星期都有消杀的 而且还经常观看电台 甚至,这一切努力在咱们从天的面前都是徒劳的 所以咱们的铁柱,哎,就是,就是那么生病了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而且他这个病非常危险 如果前期没有控制好的话 他后期很有可能会扩散到全身 然后,然后就带掉了 不过好在其他蛇都没什么问题 就提出一条蛇生病了 不过这个病只要发现了饶 治起来是蛮简单的 哦对,大伙又发现有类似的疾病呢 一定要观察蛇的腹部 因为蛇的腹部也是非常容易感染这个疾病的 不过这样感染了,那也问题不大 他前期治疗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虽然治疗这个病呢,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准备好冲姜算 然后起锅烧有几个 好了,不消扯了 咱们先来给铁柱治疗病吧 其实治疗起来也非常简单 前期呢,咱们只需要准备一瓶点符 然后就够了 注意啊,注意啊 这个呢,指咱们这个疾病前期的治疗方案 咱们治疗的前期呢 只需要拿点符涂抹涂抹它伤口 让它伤口进行一些简单的消杀即可 因为蛇这玩意呢,它治愈能力是非常强的 咱们只需要避免它二次感染就行了 如果说,用点符消杀几天之后 发现情况还会恶化的话 咱们就需要用一下阿姆罗芬软膏 再或者说可以涂一些可以治疗症灵疾病的药物也都行 不过,只要这个疾病发现得早 咱们前期只需要给它上上点符 它基本上都能治愈了 只有到这个疾病中期的时候才能用得上软膏 要是在到后期的话 那就,那就建议 直接起锅烧油吧 哦好了,不开玩笑了 耶稣大普的蛇宝子真遇到这种疾病的话 建议还是直接去宠物医院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视频前面的这两个方案呢,仅供参考啊 他热大火自尺又是闯出什么祸盾来 可不可以把维斯给供出去哦 现在已经五天过去了啊 五天过去了 但是,但是在咱们的经济治疗之下 停住,停住他,他要,他要 他马上要好了 放心,因为我的技术怎么能要停住随便又挂了是吧 他这感染的伤口呢 跟五天前比起来已经跑得非常的多了 甚至来说已经开始愈合了 在途中我甚至连软膏都没有用 我只是给他上了上点符 他其他部位,有些部位甚至都已经愈合了 看这片鳞片 他之前这片鳞片也是感染了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愈合上去了 他其他感染部位呢,也陆续的好转 也陆续的在愈合 那现在,这都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这个玩意 然后观察一下铁柱的鳞片 是不是感觉比之前 你之前好有肥的呀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他现在已经七百克了 不过这个重量可能不太准啊 因为他两天前都刚吃饱饭 所以他体重上会有一点点的误差 但是 他上一顿只吃了三十克的老鼠啊 意思就是说 这根东西 他现在有六百七十克的一个体重 我就奇了怪了 你这还不是生病了吗 这正常蛇生病都是掉体重啊 为什么你生个病 你还能长体重啊 这不愧是我养的蛇 生个病居然还能肥 哦对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下东西上次的体重是多少 他上次的体重呢 测量的呢 是六百四十克 现在是六百七十克 十天时间 找到三十克 这也是牛逼 你的观点 是草叶 此是?- 继续目标 有兑兑的